这个头戴项圈的女人 正躺在冰冷的桌子上 护士拿出润滑液涂在管子上 拿起装满白色液体的针头 熟练地注入女人的体内 接着一个长发男走了进来 将锁链接到了女人的脖子上 像拉牲口一样拉了出去 另一个房间内 许多女人被关在了笼子里 原来这是个用女人产奶的地下工厂 女人的身上都插着两个透明吸管 不断吸取着白色的液体 只见这些女人神色麻木 完全没有了自我意识 长发男将女人推进笼子里 她锁了起来 就在这时 胡子男拉着一个瘦弱的女人走了进来 她说这个女人已经产不出一点奶了 于是这个可怜的女人就会被处理掉 长发男警告他们 想要活下去就要乖乖产奶 护士也会定时给他们体检 只为了更好的奶质 晚上女人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听到隔壁传来痛苦的叫声 原来隔壁怀孕的女人马上要分娩了 她不断地嘶吼着 女人在旁边安慰着她 听到动静的长发男走了进来 护士紧随气后 长发男打开笼子 她们要让女人在这肮脏的笼子里生产 随着急促的呼吸声 以及女人痛苦的叫声 女人的孩子出声了 但是护士却说 原来男童铲布了奶没有用 接生的两人都很失望 胡子男将其带隔断 长发男和护士按住挣扎的女人 不顾女人的哀求 将孩子扔进了垃圾桶 旁边笼子里的女人们 捂住耳朵根本不敢往这边看 不久的将来自己就是下一个 这是一座恐怖的牛奶工厂 里面关的不是奶牛 而是一个个女人 女人的身上插着两根管子 母乳不断从她们身上吸取着 她们在昏暗潮湿的地方为女人接生 只要生下来不是女孩 就会被无情地扔进垃圾桶 因为只有女人才能产奶 刚生下男童的女人无助地哭泣着 女人只能隔着笼子安慰着她 女人劝她一定要逃离这里 否则下场就是永远变成产奶的工具 第二天 护士和胡子男再次来到房间 护士前去检查女人们的身体状况 胡子男则拿着电击棍敲打着笼子 让他们安静配合点 随后更是故意电击一个女人 接着胡子男拿着锁棍走到笼子前 锁住女人的项圈就往外面拉 护士只是转头看了一眼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女人知道自己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晚上女人假装自己肚子痛大出血 她在笼子里大喊大叫 长发男被声音吸引过来 她急忙过来打开笼子 刚蹲下来就被女人一脚踢翻 然后女人从她身上搜出一把笔手 对着男人一刀刺了下去 很快男人就领了盒饭 看到这一幕 笼子里的其他女人集体为她欢呼 女人从男人身上搜到钥匙 正准备为他们打开笼子 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 她急忙躲在门后 胡子男走了进来 女人从背后用钥匙练 一把勒住胡子男 男人在地上挣扎着 很快也领了盒饭 随后她将钥匙扔给笼子里的卷发女人 女人走出房间 她来到一扇门前 透过窗户看到了惊悚一幕 这是一个牛奶工厂 但是里面圈养的却是人类女人 她们身上插着白色的管子 机器不断吸取着 只要女人产不出牛奶 就会拉到房间解决掉 女人被眼前这一幕吓坏了 她突然听见脚步声 急忙躲进了一旁的房间 发现里面都是圈养的小女孩 她安慰孩子 让她们不要害怕 但下一秒房间灯光亮起 工厂的守卫赶到 直接将女人拖了出去 当女人醒来时 发现守卫满身鲜血倒在地上 箱子上蹲着一个女人 原来是她救了自己 女人准备带着她一起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 护士打开门走了进来 两人从身后一把按住护士 然后将用双手打开她的嘴巴 用刀子将她的舌头割了下来 再将护士关进了 她们被圈养的笼子 没有了舌头的护士 只能发出乌声 而老板在这时候来到工厂 还好两个女人躲在房间 没被发现 等她们走远 两人赶紧逃离了这里 原来工厂收集女人的母乳 是用来做一种高级护肤品 被称为生命之乳 影片最后 出现的是工厂的奶牛 原来影片把奶牛和人类角色互换 影片中发生的画面 在现实中原本就有发生 万物有灵 动物受到的伤害远不知此 希望它们能少受点伤害吧 影片到此结束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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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